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啊 要美美啊 要先配件 哇 慢慢绑了头发 绑头发需要加钱吗 需要加3000 特别的发型就要加3000块 我们换好了 出发吧 公鱼换好了 现在是冬天了 其实超薄 我今天只穿了一件heat deck 它就是一件包包长袖 我希望风不要很大 反正我真的很怕冷 刚才来换之前的时候是穿三件 现在只穿了两件 而且刚才三件都是厚的 哇 耳朵都冷了 我们换好衣服 我们现在要去紧服工了 可是它的光滑门还没有开 其实我不懂几点开啊 等下我们过去看看几点啊 好冷耶 好冷啊 阿妈 因为真的很多旅客耶 只要我们是第一个 而且我们周围都没有人穿韩服 这就是所谓的新加坡人家屎 对 我们一大早就起来 因为听说要排队还很长 所以我们最早早起 真的你看 都没有人耶 都是只有我们而已 穿着韩服 那你觉得我们很奇怪吧 我们现在终于要前往光滑门站的 第五个出口 因为光滑门没有开 所以从第六出口 不能直接通往第五出口 唯一个入口可以进入紧服工的 就是第五号出口了 所以第五号出口长得就是这样 它比其他入口长得都比较堂皇一点 就像一个画展这样 所以切完紧服工的路上的话 都可以这样上了一场历史课 大家我们进来了 风很大很冷啊 现在 超冷的 我看到打卡景点的后面 有几个人在后面拍照 我们过去吧 打卡景点 在这边 哇 大家 冬天来 其实 也不太好 因为要穿的比较厚一些 可是我穿的太薄 这样一直在里面 如果是夏天来的话 会特别特别的热 大家我们走的这样久 我们现在还在外面 我们现在先来找入口进去 大家我们今晚找不到入口 在哪里啊 这个人家是他的公园而已诶 怎么办 Ottoke 大家 景福工竟然关 今天是周二 哎呀 今天是景福工的休日 惨了惨了 那没办法 我们只好去到 Hannock Village 难怪这样多人 在外面就是游荡 而且我们的韩服店 竟然没有人 我们就很惊讶 好吧 景福工竟然关 我们就只要拍外景了 就拍门 拍柱子 拍墙 哎 好可惜哦 难怪我们这样高兴 我们现在是第一个穿韩服 不过进来的时候 周围都没有什么人穿韩服 原来 今天 周二他们休日 其实在公外走走也不错啦 穿韩服之前一定要先上厕所 因为我们穿了这样多件后 想要上厕所确实很麻烦 现在去吃早餐了 在景福工附近有一个 最近就是很网红都在打卡的地方 叫做Airdrop 因为他卖的其实还是三明治 好文件的一条路哦 到了我们的面包店 早餐店 Airdrop 终于找到我们的面包店了 在后面 Airdrop 所以他刚才在托斯 就是差不多一样啦 就是一个早餐店 所以我们叫Airdrop 现在在等 其实蛮快的 因为下一个号码就是我们的了 可是他的那个 机器全都是用韩文 所以其实我们不懂 我们要买什么 有些地方的话就有图案 所以还比较容易要买 其实Airdrop开的地方正好 就现在在景福工跟 Hanok Village的之间 景福工走去Hanok Village的话 一定会经过这一段 哦 看里面 哦 好多好多料 有鸡蛋 皮根 最重要的就是他的烤的面包 啊 还有美乃滋 一层厚厚的美乃滋 好脆哦 开动咯 菜脑给西米达 哈哈 哈哈 他面包外面好脆 锅里面很松软 而且最重要的是 他的牛油味很重 好像很香了 他的料主要在他中间拿成了 吃饱了 我们现在要去Hanok Village 所以我们要走回那个 主要路线的话 我们才可以走进去 因为这边是一个小迷宫 所以其实还挺乱的 我们到了 大家 这边是别人的家 所以我们讲话要小声一点 大家我们进来了 现在要爬上去 上些不 所以我们去的是四五六七 那个景点 全部聚集在一起 会比较方便些 哦 好累啊 大家我们进来了 在这边 讲话很小声 因为这是别人的家 是时候往上走 我去找一个没有人的地方 大家讲话都是有 Espot 整个街 都是这龙海豹 叫我们安静 小声讲话 小声讲话 后面好像要往下走 外面太冷了 所以我们现在在进来咖啡厅 哥们现在我们就喝一点咖啡 所以等一下我们就去吃午餐 不然先我们要把韩服换出来 大家我们脱了韩服了 现在我们要吃午餐 现在现在已经两点多了 所以我们先去东京市 吃他们的那个便当咖啡厅 所谓便当咖啡厅 就是他们可以用 钱就是五千块 换取铜板 再用铜板去换取食物 所以我们就去那边吃了之后 我们会再去吃人参鸡汤 出名的 应该是米其林地比当推荐 三千二十 所以这边的话 只要看到有那个标题写 Dosserak Cafe 就可以用铜板 所以在里面的话 那你就是可以用铜板 换取食物 每个铜板是五百块 所以一次过 他也可以换十个 就是五千块 拿了食物 你就可以到楼上 就是他的那个座位 主要是在GS25的后面 到GS25 然后走过去就是了 他家人生鸡蛋在后面 所以如果要来的话 其实建议的话就是两点之后 因为我现在是两点半 两点半的话 既然外面就没有Q 因为大多数人都已经吃饱了 所以进来就是日式 他也是坐在鱼板上 就要脱鞋才进来 坐下来之后 他们其实有那个标 可以直接按 他就会叫服务生过来 蓝串好多 这家一间餐它其实很简单 一个是黑鸡 一个是白鸡 还有就是加野山人参的 就是这个野山人参 就是它只能够加进局面 我现在脚抽筋 太动了 因为我们现在是三点 下午三点来的话 人还没有那么多 所以其实很适合吃午餐 因为其实你在外面排队 排到哪里的话 也是等一个小学 不太值得 就是很花时间啦 一起在旅游方面的话 我们的时间都会有限 这边的筷子是在韩国 等下看起来最扁 超扁的筷子 而且我不应该会说韩国人都爱用点的 因为真的很难夹 也是我筷子公余的 我现在吃的是它的黑鸡 我五年前来的时候 我忘记是它黑鸡来的白鸡好吃 我们就叫了一个鸡一个 一个皮一个白 很好吃喔 它它很浓稠 乳乳乳乳乳乳乳的味道 人生味我觉得还好 可能要加多一点吧 这个就是它暖面 超暖好粘稠 而且我觉得它人生味很重 它开始把那汤的精华虫吸进去了 好补的感觉 难怪它的饭都会很香 Krista带我们来CafeHall的 正好 那我们来到今天 好特别喔 你看它的角 我们现在在草地上 现在下去了 好恐怖 好吸引 啊出来了 影片就到了一个段落咯 喜欢这个影片 就在下面按赞 订阅 留言 分享 或者是追踪我的Facebook和Instagram 查看我的最新动态 好 下次见 拜拜